台积电慈善基金会正在办公室进驻花莲市清洁队 受理民众通报房屋修缮 从11号上午正式启用 而市长魏家燕一早也前往关心 再次呼吁在0403地震中受到影响的民众 如果有需要而且没有被列为红黄单围楼的屋主 可以前往现场或是通过电话来进行登记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正在办公室进驻花莲市清洁队 受理民众通报房屋修缮 从11号上午正式启用 电话线一接通受理电话就响个不停 目前由花莲市公所人员协助登记工作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志工则会在下周一起到位服务 目前共有三线负责接听 最多可有六线同时因应民众进行登记 今天要非常的感谢我们台积电张淑芬董事长夫人 那在前两天有已经下来花莲 对于我们的一些灾情已经有所了解 那我想台积电的整个工地的一个办公室已经成立了 那我们从4月11号开始受理案件 那目前截至今日应该有近100件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案件 那我们这边也不设限就是我们的新城或是我们吉安等等 我们北区的只要是灾区 我们都希望说大家都可以来报 那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说 我们红丹跟黄丹是不受理的 那基本上也希望说大家先打电话来做一个洽询 那我们会记录你的电话跟地址 那我们等到下礼拜我们台积电的 我们工程师正式的进驻之后 会到府上跟您约时间去前往我们的一个 包括我们房子修缮的一个地方 会去前往去评估 市长维嘉宴依照除了前往关心 也再次呼吁民众 如果有需要可以前往清洁队二楼 或通过电话038232088进行登记 受理时间为每天上午8点半至下午5点半 受理案件仅限因地震灾害造成受损 且非经认定为红黄丹之建物 个人物品财损则不在修缮范围内 并以弱势或低收入护者为优先 记者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